好 那麼繼續呢 我們今天特別要請到這個威良 幫我們來看看 到底呢 大家接下來你的投資 應該要怎麼樣布局比較好 因為呢 現在已經這個漲到無法無天 大家有一點看不懂了 那本來呢 大家都說今年不是應該是 戰士的主旋律嗎 但是因為這個美國 突然間又繼續升級 搞得大家好像有一天腳步亂掉 所以我們要請威良 帶我們看看 到底呢 這個美國的股債 接下來我們應該怎麼來觀察它 今年的確呢 很多的經濟數據 峰迴路轉 那其實我們今天就帶大家呢 用最簡單的方式掌握最重要的看點 那其實呢 去年的股債是雙殺 那這個呢 有點打破以前講的投資黃金法則 所謂黃金法則講的就是呢 股票如果你放六成比重 那另外呢 四成資金配置在債市 這其實算是一個 最能夠穩當 讓資產成長獲利的方程式 對 黃金比例的概念 對 那這種黃金比例呢 偶爾還是會踢到鐵板 在歷史上不是沒有發生過 那如果以2022年來看 因為去年的股債都是史詩級的風盤 所以這樣子的黃金比例 還是大跌賠了超過三成以上 不過好消息是在於呢 如果前一年呢 你乖乖的採用股六再次策略 那麼即便碰到下跌 隔一年通常都會出現強力的反應 會還你公道 對 那尤其我們先看就是說 因為去年以來已經很多人 在卡位買債券了 那債券ETF現在也是投資的險學 對 那事實上 但是他一直破底呢 這個就算是再破底 可是我覺得這個距離那個地板 到地下室的空間已經有限 所以你不要怕喔 對 地板在最後忍耐一下 就是了不起地下室挖個一兩層 那接下來就準備要爬樓了 眼睛一閉他就上來了 對 因為去年的十年期公債 是創下16.4%下跌 如果以債券市場來說 我會稱之為他是史詩級崩盤 這個報酬率 你放在股票市場小case 但是是美國公債 跌了16% 但是我想最壞的時代 就是最好的時代 你反過來想 去年的崩盤史詩級的下跌 不就是創造債券市場 絕無僅有的好買點嗎 你可能此生只會看到這一次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往下看 今年為什麼上半年能大漲 簡單來講 就是本益比的調高 因為本益比其實跟利率呈現 反向關係 去年當景氣還沒有 從高點往下墜的時候 因為開始升息了 所以聯準會三月啟動升息之後 本益比就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所以讓股票就打折 那今年反過來 因為七月份現在預期 會再升息一碼 可是後續只有可能就停止升息 所以市場的資金已經提早反應 那本益比就開始調高 但你想本益比從十倍 拉高到十五倍的時候 代表股價隱含就五成上膽空間 那尤其像現在很多電子的 組裝廠 代工廠 零組件廠 因為他們搭上了AI浪潮 本益比調高到二十倍的話 十到二十倍股價就翻倍 好 那再來一個關鍵是獲利 那大家說今年不是獲利不好 沒錯 但是股價怎麼看 拿望遠鏡往未來看 我們來看一下 S&P500的指數成分股 EPS的顧計 今年最差的時間點 大家勞勞記住 落在今年第二季 預估是-8.37 所以認為衰退並沒有錯 但是第三季之後 會大幅收斂為-0.6 第四季之後轉為正成長 然後明年就回到成長的軌道 所以右邊這張圖表 大家一看 我們把這個本益比 跟這個CPI放在一起 那CPI因為我們方便讓他做觀察比較 就紅色這條線 我們直接把他這個正負軸逆轉 換句話說 這裡你所看到的CPI紅色線往上 代表就是物價指數是下滑的 這樣比較好理解 所以你看到其實基本上 他現在就是反應 因為美國通膨從九點億降到三趴之後 本益比自然就可以調高了 所以這個大家也不用太擔心了 本來還想說什麼緊急衰退 可能什麼東西要崩盤 沒有 沒什麼回事 對 只是說今年做股票 一定要順勢操作 如果以美股來講 怎麼順勢操作 簡單來看 大家習慣去觀察的 S&P500指數 今年的這個整個漲幅 其實主要就是集中在 七家科技龍頭大廠 包含蘋果 微軟 亞馬遜 輝達 那Google的公司 臉書跟特斯拉 其他都沒漲 對 其他都沒有什麼漲到 那這個當然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 喜的就是說 如果你尊重趨勢 順應趨勢 今年去買進這些科技龍頭股 佔比比較高的ETF基金 甚或你透過副委託 直接買這些科技股 真的是 賺到笑容何不容嘴 但是如果去買 就一般的整體的美股基金 表現差強人意 那這個現象 其實我們要解讀 市場擔憂的景氣衰退 並不是真的不可能 而且這個危機警報沒有解除 因為如果股市我們把它分成出生段 主生段 末生段 通常在末生段的特性就是大型龍頭股 領漲 所以這個時間點 當這個七大科技股 如果呈現噴出 所以現在末生段 真的要比較小心 我覺得現在位階 的確比較有可能是在末生段 那當然這個末生段有時候 如果以技術分析來講 還有什麼延伸波 延伸之後還能夠再延伸 那到底延伸多久呢 回歸就技術跟籌碼面觀 你來看 那如果以過去三十年看 美國股市投資人 他配置在股票的比率 平均是六十一趴 現金是二十三趴 那目前的話 股票的配置比率是六十六趴 好像還好 略高於長期平均 但是真的還好 並不是有那種真的過熱 所以是要翻船的危險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美國股市 其實他很明顯就是 也呈現空投不死 多投不止的態勢 因為呢 右邊這個就是所謂的 期貨的盡多空單部位 因為他空單很多 零週以下就空單 所以現在空單隨位 還是居高不下 這是美股的 對 空成這樣 你看 所以我們認為就是說 當然這波美國股市 因為他領先跑在基本面的前面 但是未來如果說空單 沒有大服務回補之前 其實我認為這個多投 還是有可能延續下去 那至於說延續到什麼時候 大家就謹記一件事情 過往歷史經驗很明顯 升息停止到降息之前 這一段時間 是美國股市最後的溫柔 所以你還可以把握 那我們講 降息應該比較高的概率 會發生在明年 但是一旦降息出現的時候 請切記就是準備打包走人 到時候風險淨資產 包含股票 或是一些高風險的債券 可能大家就務必要減碼 好 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 這個微良提醒大家了 當你確定什麼時候 要降息的時候 那可能你就要趕快閃 不然的話 你就要留下來洗碗 所以要提醒大家了